安杰丽丘利致力于展现女性力量,并为女性权益发声,Hopper's Bazaar提供。 记者冯一宁台北报道,身为一个全球知名的女演员,身兼导演的安杰丽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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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安杰丽娜丘利就觉得兴奋了,现在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女人或女孩,必须为了协助养活家庭放弃受教育机会,就像安杰丽娜丘利最近执导的动画电影《The Breadwinner》中的女主角Pavana一样,因为缺少医疗资源跟保障,年轻性遍布,性隐秘,安杰丽娜丘利选择在非洲纳米比亚共和国一处自然保留的拍摄照片。 Hoppa Spaza提供 她眯着眼睛说,自己见过最美丽坚强的女性是一位年轻的阿富汉难民,就在巴基斯坦交界的一处废弃营区中,当时那位女性怀着身孕,而她的丈夫需要在外四处寻找工作,以养活她们的小家庭。 安杰丽娜丘利拜访了她们的小屋,闲谈着,当安杰丽娜丘利问起能够怎么帮她时,她说拜访跟谈话就已经足够。 每当自己生活遇到不顺利,安杰丽娜丘利就会想起她的笑容,还有她怀孕的姿态,仿佛要给宝宝无穷的力量。 安杰丽娜丘利